忍不住打哈欠 忙碌的上班族平常睡眠不足 有些人会利用周末补眠 但这样不规律作息的社交时差 可能导致增加罹癌或精神疾病的风险 心理的疾病或精神的疾病 其实有时候我们发现说 一个人他疾病在恶化的时候 他会从他的睡眠里面是可以看得出来 比如最经典的是像躁郁症 一般我们在躁症发作之前 睡眠的时间可能需求量就会越来越短 根据您使用手机的习惯 就能准确推算你的作息 利用现代人使用手机的习惯 现在开发出一款记录睡眠的手机APP 以数位讯息来推断一个人的作息 甚至把数据量化成补眠的程度 作息的起伏 是不是每天都是固定的时间 睡固定的时间起来 那除此之外 他还可以看你的平常日和周末的差异 像是说你周末补眠的状况是如何 看到你的社交时差 可能有超过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以上 你就要思考说是不是要做一些调整 量化周末补眠是目前市面上 穿戴装置所欠缺的功能 如果善加利用数据的提醒 可能可以变成自我健康管理的好帮手 大家新闻黄宇宣张略嘉台北报导